文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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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醫生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嘉慶醫生 稍後兩位醫生分別匯報醫管局方面的情況和陽性個案的資料 首先请劉医生 大家好,首先讲讲现在医馆局的情况 现时我们有2739名确诊的病人在留医 当中有396名新增的确诊病人 现在有1561名的病人是入住隔离设施的 其中的542名的病人是在隔离病房 161名的病人在二线隔离病房 631名的病人在北大鱼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227名的病人在阿博管新冠治疗中心 当中合共有274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昨天申请报了16名病人情况危态 14名病人是情况严重的 现时留医的确诊病人中共有61名的危态 和51名的严重病人 其中16名的危态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疗 至于离世个案方面 此外申请报了6宗离世个案 分别是三男三女 年龄就介乎77至94岁 当中有3位离世的病人 是未完成三针的疫苗接种 其中的两位是一针都未打过的 我简略讲讲病人的概括 其中一位77岁的男病人 他本身有糖尿高血压和血脂高 他在8月16日 在社区检测中心做了一个测试 这位女儿就接电话 当时就告诉我们 病人有轻微的咳 和少少流鼻水 没有发烧 没有气喘 也吃东西正常 我们就提议这位病人 去看止电诊所 或者远程医疗 去拿新冠药物吃 那女儿当时就觉得不需要 因为病人的病征都很轻微 我们也教了一个病人的女儿 如果病人有多了气喘 高烧 或者情况差了 就记住去急症室 那病人就说 之后呢 病人的胃口就一样了 而且在9月1日之前的一个星期 就开始走得一样 走不到 9月1日的清晨 家人就发觉病人突然昏迷不醒 家人就叫救伤车 救护员上去 发觉他都没有心跳 呼吸就帮他做急救 直接就跟着送了去急症室 急症室一直以来都是帮他做急救 但是急救都无效 结果那天早上病人就过了身 看回病人本身都有打过两针的 也都在快速测试 在核酸报告之后 也有报到卫生署 我们也有打电话给他 我也想呼吁市民 尤其是60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看到很多长者或者他的家人 觉得可能病症轻微 又或者都没有什么 他都很好 我们也有转介他去看我们的指定诊所 或者是远程医疗 在网上看 他都未必肯看 有些看了我们也知道 都未必肯吃药 就是我们说的抗生冠口服药 我也想呼吁 其实在没有病症的情况之下 60岁以上的长者 亦都需要抗生冠口服药 去减低病毒 减低病情变差 或者入院 甚至死亡的风险 希望如果各位市民 包括我们的长者 或者他的家人 当你发觉你的家人 或者长者自己 是有了新冠病之后 记住去找医生看 或者是打电话 去预约我们的远程医疗 另外其余五位的病人 简单来说 有两位 他的死亡 和新冠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中一位 89岁的男性 都有些长期病患 他死亡的原因 就是他的脑内出血 以及有些多器官衰竭 他没有打过疫苗 另外一位 88岁的女性 他打过两针 他死亡原因 就是他的冠心病 还有他有肺炎 其余三位 都是跟新冠肺炎死亡有关的 分别是女性90岁 男性83岁 以及女性94岁 他们全部都是有一些长期病患的 包括糖尿 高血压 中角峰 便知障碍 还有一个心脏的心室战动 过去一天 有318名病人康复 当中 包括286名病人出院 另外有7名病人 经入院西囚或院内检测 发现确诊 9名同房病人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至于员工方面 新增151名员工确诊 另外新增40名员工 已经返回工作崗位 另外有一个公报是关于伊利沙伯医院 内科病房 在伊利沙伯医院一个内科病房 先后有4名 分别是62至93岁的男病人 是确诊2019冠状病毒病 4名病人曾经同一名 早前转院到九龙医院 其后是确诊的病人 是处于同一个病格的 这4名病人 正接受隔离治疗 其中三人的情况是稳定 一人的情况是危态 危态那位是一位93岁的男病人 本身都有一些自身身体的病 在医院正调查有关的个案的关联 有关的病房已经暂停了探访的安排 已经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 医院会密切地继续监察员工和病人的健康情况 亦会继续跟卫生防务中心保持沟通 跟进最新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关于基督教联合医院 急证室护士的一个讯息 在基督教联合医院 一名急证室护士昨天 即是9月2日 下午经快速抗原测试 是确诊2019冠状病毒病 医院的感染控制组 随即进行接触追踪调查 发现这一名同事曾经出席 同一个部门领一名同事的婚宴 所以他同桌的六名急证室护士 都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 急证室的服务未受影响 医院会继续密切监察员工的健康状况 并会与卫生服务中心保持沟通 跟进晋升的情况 今天的公布就到 交给刘医生 谢谢刘医生 谢谢刘医生 我现在报告在昨天9月2日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 最新的个案资料 在昨天本地感染个案的数字 是10,222宗 当中包括有3,051宗 是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的个案 另外有7,171宗是快测阳性 当中有部份是经核酸检测确认了 另外在昨天有204宗输入性个案 当中有181宗是经核酸检测阳性 余下23宗是快测阳性 在死亡数字方面 昨天新增了有7名新的死亡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疫情 香港共录得9,503宗死亡个案 除了刚才刘医生所说的 6宗经医院管理局系统的死亡个案 我们在昨天也收到 病理法医科 情报一宗在家里的死亡个案 涉及一名69岁的男士 他在8月28日 是发现在家中昏迷及死亡的 他本身是没有打过针的 他是独居 暂时知道他是没有一些长期的病患 没有已知的长期病患 根据家属提供的资料 他在8月21日出现一些气速的情况 传统是有土医疾症 dijo 疑呆疼痛 之后之后还有肚痊疼痛 他就没有用售 亦没有做过任何的測试 亲属在8月28日炫看看 他的骤女 komunidades时 见昏迷了 救护研导廠都证实了他的死亡 在在事后病理的举 Barn 检测内 我们看到他的快测和核酸都是阳性的 在这里我也特别呼吁 如果市民有病征 一定要求医和做检测 尤其是一些长者 鉴于现时在社区2019冠状病毒病流行的情况 如果出现一些急性病征 很可能是有机会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一定要及早诊断和接受治疗 防止演变成一些重症 如果市民有亲人属于独居的长者 可以多些联络他们 以及协助他们做测试 说回昨天的输入症个案 总共有204宗 当中有65宗是在机场的 临时样本收集中心的样本阳性 有61宗是在检疫酒店 或者检疫中心 检疫期间的样本阳性 余下78宗是在社区检测中心的样本阳性 当中包括有71宗是第4至第7日的样本阳性 余下的7宗是第7日之后的样本阳性 这7宗的CT值都很高 相信是一些复阳的个案 输入国家方面 总共有204宗个案 涉及44个国家 当中有4个国家输入超过10宗个案 包括英国有33宗 泰国24宗 美国21宗 和菲律宾19宗 余下40个国家输入10宗或以下的国案 在院舍方面 昨天有10间院舍有新增情报个案 包括有9间安劳院舍 一共涉及10名院友和2名职员 另外有一间残疾人士院舍 涉及1名院友 这10间院舍一共有69名院友 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 是需要送去检疫的 包括在元朗的基督教神爱护理院 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观堂的瑞尊护老中心 游堂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北区的东华三院 保中全英安劳院 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元朗的救世君 錦田长者之家 有两名院友阳性 在北区的崇德安劳院 远东分院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九龙城的康达护老中心 桃瓜华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沙田的顺恩护老中心 新田围也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沙田的嘉怡匯 有一名院友 和两名职员是阳性 在九龙城的康居护老之家 有一名院友阳性 最后就是残疾人士院舍 在屯门的剪量技能发展中心 宿舍部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过去七天 累计总共有52间院舍 出现个案 包括了37间安劳院舍 以及15间残疾人士院舍 一共涉及89宗个案 包括73宗涉及院友的个案 以及16宗涉及员工的个案 在学校方面今天是假期 未有新的情报 在昨天下午我们也收到一些情报 涉及有三间的学校 有个别的班级出现聚集的情况 我们也建议了相关的班级暂时停课 第一间是位于沙田的赛马会体艺中学 在6A班里面有15名同学有三宗个案 这三宗个案都是涉及同班的同学 当中有12位曾经在8月30日出席过一个派对 我们调查也是发现 另外也有9名人士暂时都有阴性 我们也列了他们做密切接触者 是需要接受家居检疫的 第二间是王大仙的姓文德书院 亦是6A班 在30名同学当中有4名同学是阳性的 我们也建议了这一班暂时停课 第三间是在元朗的 若克蒙特梭利国际幼稚园 有两个班别 包括P&Yellow上午班 在20名同学里面有一名同学和一名老师阳性 另外一班就是P&Yellow上午班 在15名同学里面也有一名同学和一名老师阳性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昨天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做的样本当中 发现大L452R 即是可能是BA4或BA5的样本 比例是上升到63.1% 较昨天的60.3% 是再进一步上升的 我们看看现时 在这些L452R的样本里面 大概88%是BA5 12%是BA4 换句话说 现时BA5占所有个案的比例 是55.5% 那里内BA4是7.57% 那在BA2.12.1% 昨天的比例是 维持平稳的水平 5.6% 那如下的就是BA2.2 是31.3% 那在这里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市民 那我们留意到 有市民是够期打下一针疫苗的 但是仍然是犹豫 是不是要等新一代的Omicron的疫苗 才再接种 那我们在这里都呼吁了 未接种 未接种疫苗 或者够期接种下一针的市民 是无需等待新一代的疫苗 应该是尽快完成接种 以保护一旦感染了 是需要入院 出现重症 或者死亡的风险 那本地个案 有机会 在未来 是维持一个高的水平 甚至是会再上升的 那所以未完成接种的市民 应该是透过 接种足够的疫苗 尽快是得到个人的保护 那本地也是有很足够的科学数据 显示 即是现时我们用的疫苗 包括科兴 还有伏别态 对预防Omicron出现重症 或者死亡的风险 是高度有效 那接种疫苗 除了可以产生一些中和抗体 也都会刺激免疫系统的 T磷花细胞 产生较为长久的免疫力 那现有疫苗 产生的T细胞免疫力 是可以是有一个免疫的记忆 还有是很有效可以预防 不同的变异病毒株 包括Omicron 那现时一老一幼的接种率 仍然都是偏低 那在3至11岁的年龄群组里面 仍然是有33.5%的小朋友 是未接种疫苗 或者只是接种了一剂 那另外在长者方面 80岁或以上的长者 有32.7%的长者 是未接种疫苗 或者只是接种了一剂 那如果未接种疫苗的话 尤其是80岁或以上的长者 他们一旦感染了之后 那是什么疫苗的男士 政府专家顾问就提到 就说这个疫情应该9月会见顶 其实中芯目前的评估是怎样呢 趋势的走向何时会见顶呢 然后他提到 都说11月可以尝试检疫的措施 就变成0加7 其实中芯对于这个意见又觉得怎样呢 这个建议会不会采纳呢 另外就想关心一下 就是欧医生 欧医生行为之前都确诊了 那现在的身体是怎样呢 还有之前确诊完之后 卫生署对你的安排是否是怎样呢 过程是怎样呢 就是检测或获通之 你问了超过10个问题的了 请两位医生回应一下 谢谢你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核酸方面 市民如果去社区检测中心做的核酸 一般来说做完之后 超过90%的人士在24小时之内 是会收到个SMS的 即是收到个短讯 通知他的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 所以如果市民做完之后 做完检测之后 应该留意自己手机里面的短讯 亦都在做测试的时候 最重要是提供一个正确的电话 核对清楚 以免结果是会收不到 如果收到结果之后 一般来说 如果市民是透过网上的平台 向我们情报之后 他提供了个人的资料 包括他自己的状况 阳性阳本的日期 以及一些家居的情况 我们就会安排 患者在适当的地点接受检测 即是接受隔离 包括可以在家居 或者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去社区隔离设施 另一方面 市民情报完之后 我们也会立即把资料 送到医院管理局的系统里面 以至医院管理局的同事 可以即时联络病人 了解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 当社区检测中心的样本出了之后 我们的系统也会同步收到这些资料 假如有些市民是没有情报到的时候 我们也会主动联络他们 叫他们上报 或者是如果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帮他们做情报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疫情的走势 是何时见顶 我们也尊重专家提出的意见 现时我们的看法都是 疫情仍然处于一个上升的轨道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 也都看到疫情是不断的 每天各诊的个案数字不断的上升 也都在其他的指标 譬如污水检测也都看到 现时在社区污水大病毒的数量 个人人均的病毒含量 也都升到过去连续四天超过五十万 每公升有五十万的烤倍 这些现象也是让我们知道 现时来说疫情应该是未有见顶的迹象 我们预期短期之内 可能有机会会继续上升 至于何时见顶 现时都未能够很准确地预测到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疫情继续上升 所以希望市民都尽量 谨守各样的防疫措施 可以定期或多做检测 尤其是有病症的时候 如果阳性就要尽快情报 以及接受隔离治疗 我们也希望可以将个案的数字尽量压低 以免拖垮了医疗系统 我想补充 劉医生 我想补充 刚才可能讲得不清楚 其实打电话给病人 不是卫生署 是我们医管局的同事打的 病人8月16日去了做测试 可能他16日或17日收到结果 他8月18日上报到卫生署的平台 就是刚才欧医生说的 各位市民都应该 核酸做了之后去核酸 还有张医生也解释了 你是快速的 就用快速的 所以我们同一天 其实那些资料已经在我们 所以8月18日上报完之后 8月18日我们已经有医管局的同事 就打电话给这位病人 当时接电话的就是她的女儿 刚才我讲过 我们解释的情况 叫她想着帮她安排 如果需要帮她安排指定诊所 或者远程医疗 她的女儿当时就觉得不需要 我想再呼吁市民 假如我们的医院管理局 我们通常打就是60岁以上的 60岁以上 尤其是70岁以上那些 我们就会打得更加快的 可能即日打到 但我们希望60岁以上 我们全部打完 但我们的观察就是 都有部分的市民 打了电话给她之后 其实她没有听电话的 所以就找不到她 亦都没有办法 将那些有用的讯息交给她 或者我们帮她去预约一些 指定诊所 或者远程医疗 亦都有部分的市民 就刚才我这样说 打了给她之后 她是说不用看医生的 不需要了 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看医生 其实我们都是会劝她的 因为60岁以上 就算没有病症 都应该要看医生吃药 但她真的完全不想 我们有时都不能预约期 或者她都不去看医生 可能会浪费了那个期 所以市民都应该要清楚 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 譬如现在 就算打了针 打了三针也好 60岁以上没有病症 我们都希望她可以尽早 看到医生拿了食 下一位 下一位 左手边 在后果行的位女士 是 两位好 NOW TV 都想跟进一下欧医生 因为之前也有传你确诊 大家都很关心 其实你有没有病症 你估计你是怎么感染 跟不跟那个工作时 又或者其实 譬如说有没有影响到 一些团队的工作 你团队里面 有没有人要列造 密切接触者 第二方面的问题 就是想问回 今天那个七十多岁的男死者 其实今天也看到高拔昇 医生也有说 可能现在医公局打几千个电话 可能只有四成的长者肯吃药 其实想问清楚 有没有说实际有个数 其实现在医公局 每天可以打多少个电话 还是应打尽打的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可能针对一些 对于食药有误解的长者的措施 例如上门去协助他们 最后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想问回 BA.4和BA.5的 确诊的百分比 有没有觉得升势比预期快 会不会令到 确诊数字的升幅 可能比一些专家的预计更多 在中秋节之前 是否需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最后就是想问 你已经问了超过十个问题 两位医生先回应 首先多谢传媒和大家的关心 因为这是政府疫情的简报会 我不适合自己个人的情况 或者个别的个案作出回应 我回答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BA.4.5 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日子 过去几个星期内 其实L.452R的比例 是稳步地上升的 那我们预期 预期 也会随着这个星势 会继续上升 那当中 如果看看BA.5 在这些L.452R里面 大概是接近九成的个案 都是BA.5 所以现时来说 BA.5 已经成为了香港 现时主流的 一个Omicron的病毒 我们预计会继续上升 看回世界最新的资料 其实现时全球 BA.5的比例 已经是去到78.2%了 那么我们预期香港 都会继续有这个趋势 免疫途日的能力 所以我们预计 由于BA5成为主流的病毒 所以在社区的传播是会继续增加的 而且会令到个人数字增多 但是我们现时看到的科学数据 就是BA5对于感染了之后 引起一些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 仍然是跟其他Omicron的病毒大致相近 现时疫苗亦可以很有效地预防到BA5的病毒 其实我们现在医管局每天打出的电话 是三四千个 说的是打给什么病人 第一就是他小过五岁 第二就是大过六十岁 第三就是我们看到他可能是有一些免疫力 有些病令他免疫力低 那我们就会打给他 第一就是问一问他的情况 解释病的情况给他知道 还有就是看他有没有需要 我们可以帮他预约 去看这个远程医疗 或者是指定诊所 希望他尽早可以吃到抗新冠口服药 令到病情不会转差 或者需要入院甚至死亡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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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请介绍自己代表传媒机械 是TVB 想了解一些关于 确诊了新冠入院的幼童人数 最近都见到今个月的幼童确诊入院的人数是急升的 就多过上个月初是增加了一倍 想请问一下你们预计这个趋势会不会继续上升 目前这个严重个案的幼童的数字有多少 以及现在的疑科隔离设施使用量是怎样的 擔不擔心会饱和会有什么方法应对呢 麻烦 暂时我们在医院管理局里面 如果是说0至11岁的新冠病人 就有144个 当中当然有些可能是康复了 有部分可能继续在我们隔离设施接受治疗 现在隔离设施的用量是用到七成的了 就是说我昨天提过了 我们没有可能用到100% 七八成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一个上限 当然我们会继续去开多些床 尤其是会在疑科病房 如果疑科病房没有位的 就会在一些成人科的病房 希望把它改一点的间隔 或者加一些适合的床 给那些小朋友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都是用一个叫做家庭友善的做法 家庭友善的做法就是说如果家人想陪伴的话 我们一定会去协助家人陪伴他 那这些陪伴的话也是要在一个设施上 或者在一个间隔上就有所改装的 那这都是我们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想定的了 就是我们都会知道 在两个极端 就是小孩和老人家 他们在没有打针的情况之下 需要入院的比例自然是会高的 那我们就会想定如何去准备一些床位 那当然我们希望不会用到 但是现在都见到 就是这一轮是真的入得多了的 在一个儿童感染了新冠之后 需要入院的情况 那可能就是我们都注意了 是不是之前都有提过 真是如果有思考症的病症 就早点看医生啊 或者发高烧就早点看医生啊 那么多时候 那些妈妈 爸爸妈妈 看到小朋友 以好截都不太拖 那幸好很快就带他去看医生 那就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现在 今天呢 我在说的是我们有 我手头上 应该是有三位的病人 就是属于严重或者危态了 其实之前都跟大家公布过的了 就包括是基督教联合医院 那十五个月大的那位女童 那她昨天就是危态的 现在就变了严重 就是她已经好一点了 那见到她呢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 都没有抽筋的情况 也都那个核子 核子那个磁力共振 磁力共振 但她做过脑的都是正常的 那那个格拉斯哥分威指数 就去到十三分了 已经 也都没有发烧 那这样 所以呢 医生就将她的情况 由危态转为严重 那见到有些进步的 那另外一位 就十七个月大 那个男童 之前都提过 在马加利医院的 那现在的情况都是严重的 但是她的情况 是她自己可以呼吸的 不需要用呼吸气 那维生指数都是稳定的 那有一位就在屯门医院 之前都提过了 五岁九个月大 那位女童 那情况都仍然是危态的 那需要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那我想 我们其实真是很不希望 见到一些危态 或者是 严重的病人出现 更加希望 多一些香港的小童 或者家里 其实她都是大人才可以带她去打 做父母的 希望快速一点 带小朋友 六个以上的幼童 她的小童 包括去打针 因为打针 我想今天 或者昨天 其实是有四个 关于疑科的一些 专科学会 或者一些不同的学会 都连续了一个指引给大家 打针是真的可以 减低了重症的发生 这个重症 可以简单到就是 一些发高烧 甚至到抽筋 思考症 坏死死老炎 或者是 之后的一些 多系统的炎症 甚至乎长生冠等等 那是真的 那个好处 是远远远远大 就是不打针的 所以记住 在这个时刻 不要再等了 因为再等 有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中 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自己中了 带了一些病毒 回去给小朋友 那现在社区 那个 传播 是这么广泛的时候 我们随时 自己都会感染到 那带了病毒 回去给小朋友 其实他们就很危险了 如果没有打针的话 那希望 很重复 其实就是 我想大家这几天 都会收到 不断在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一些 领袖的人物 一些教授 都叫大家出来 带小朋友去打针 就是 我知道说得多 都未必有效 但是 亦都不想 每次都用一些 严重 或者危态的 这个过程 才能够 叫大家去打 不过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如果 打了针 这些情况 是可以避免到的 亦都可以减低了 入院的需要 那你入院少了 那对于医疗的 压力都少一些 那我们其实 都不需要 开很多病房 去照顾 一些小朋友 那 那讲病房 其实都想跟大家 讲讲 就是我们那些疑科的病房 除了间隔上 改装 或者一些家庭友善的改装之外 在那个 人手上的调配 其实我们都有些安排 就是在金波 即是在金波的情况 我们见到 估计有儿童的 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些 相关的医护人员 去接受一些训练 的 譬如一些疑科病房 训练 那希望他 真的要接受疑科病人 的时候 可以如何照顾他们 当然不会够在疑科病房 好 但是起码上 在基本的训练 和知识上 他都会懂得 如何照顾那些儿童 下位 左手边 最后的一行 那位女士 你好 明报的 首先想问一下 今早的高医生 说过 HA1联络长者里面 有四成是会吃新冠口服药 那想问一下 其实其他长者 不吃药的原因 和比例分别是什么 几多是一开始打电话 给他之后 就说拒绝求医 几多是求医之后 都拒绝用药 第二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 是否 无论是PCR 或者是快测阳性的个案 是否都要患者 上网情报 所有资料 CHP才会知道 他是60岁以上 接着 再交给HA 接着 HA才再打电话 看见到今天说的 77岁的死亡个案 他也是核酸检测 两天后才收到HA的电话 但其实 口服药 最好是病法 五天之内服用 其实打电话的速度上 有没有可以加快的空间 现在每天打三千至四千个电话 有没有可以再打更多 另外想问一下 昨天有四个红马者 就说 被人发现了 他离开隔离地点 进了一些受限的厨所 警方就说 在卫生部门提供的资料之下 做行动 就押送了他们回足高湾 想问一下 其实CHP是如何知道 他们是 红马人士 然后进了厨所 是否已经安心出行去发现 还有也想最后跟进一下 今早HA也有提到 现在新冠患者 和非新冠的一般病人 入院的人数 都有增加 相比现在 第五波的高峰期 是否真的少了 非新冠病人去求医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疫情反纳之前 医管局制定的病床调动方案 其实有没有预计过 一些新冠和非新冠病人的数目 都一起上升呢 差不多了 为医生先回应一下 谢谢 多谢你的问题 或者我先回答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情报的问题 其实现时有两种检测 第一就是核酸 如果核酸检测 通常都在外面的政府 或者医管局 或者一些私营的社区检测中心做的 如果核酸阳性的时候 市民通常做核酸的时候 都会提交 订阅新闻证号码 以及电话 这些阳性的报告 其实实验室 是会直接情报给卫生署的 我们收到这些资料之后 其实是会第一时间 将资料送到医院管理局 只要是有齐全的名字 新闻证号码 让本的日期 以及电话 以及年龄 我们就可以将资料 传送给医院管理局 也希望市民收到短讯之后 是要立即向我们 透过我们网上的平台 www.dh.gov.hk.cdpi 情报之后 我们就会有进一步的资料 包括市民的地址 以及其他关于症状的资料 以至医官局的同事 可以有更多资料 可以掌握到市民的情况 第二种就是快测 快测一定要靠市民情报 因为快测通常都是市民自己 在家里做 如果他不情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会知道 他是阳性的 所以所有市民 如果是快测阳性的时候 亦都要上回我们 网上的平台 是快测的平台 www.dh.gov.hk.snash.ratp 在这个平台报完之后 我们一收到市民的资料 以及他们上传了身份证 以及快测照片 这个新报完成之后 资料亦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医官局 医官局同事收到之后 亦都会发短信给病人 病人可以联络医官局 或者医院管理局同事 会主动联络一些高风险人士 第二个问题就是红马 其实现时来说 政府也是用一个比较精准的抗疫方法 希望将一些最高风险的人群管控 以至到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可以过正常生活 而将焦点集中在管控一些最高风险的人群 包括确诊者 确诊者当他们情报或核酸检测阳性 他们的资料会传送到政府资讯科办公室的EBT网页 当对比完之后 发觉市民确诊了 他们手机上的疫苗通行症 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如果市民确诊了之后 应该留在自己的隔离地点 如果是家居隔离的时候 就不能离开家 我们其实在过去一周 我们也会跟资讯科技办公室的同事 保持联系 他们其实在背后会看回 当一个人士进入食肆的时候 他需要数个疫苗通行症 如果发现红马的时候 当资讯科技办公室的同事 知道这些资料的话 会向我们提供这些市民的资料 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查 看看是否真的违反了隔离令 离开了居所 如果是有确实证据 或者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都会连同警方做一些执法行动 其实我们每天打的电话 是三四千 是未包我们接收的电话 就是我们现在说 打出的都打三四千 每天都有七 即不是每天即作先 我们都有接到七至八百个电话 是打入的 即是我们向外宣传的一八三六一一五 其实都是不断有 市民打电话进入的 信民不同的 关于医疗的问题 加上四五千个电话 我们是一路加紧人手去做的 加紧人手去做的 加紧人手 是我们自己的医管局的人手 一些兼职的人手 外聘一些兼职的人手 我们其实都跟一些私家医院 或者一些私家的医疗机构 都在谈谈 会不会帮忙 帮我们打电话 之前我想大家都看过 港研医院也有一份新闻稿 都说过 其实都有帮我们医管局 去负责 去打一些电话 给相关的病人 我们的对象就是 一些六十岁以上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小过五岁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长期病患 让他的免疫系统弱的病人 基本上七十岁以上的那些 我们即日都会打完 所以刚才那个病人 他八月十八号上载了平台 其实我们八月十八号 已经打了给他 其余那些我们其实是 看回情况 我们都会把它分开 我们的哪些是 危险度高一点的 就是高危一点的 那我们就打得快一点 期望我们都是希望 一两天之内 就可以打到 他已经情报了的个案 至于你说 有四成的病人不吃药 其实我想你可以 很简单地做个调查 问一问你的亲人 如果你中了新冠 你吃不吃药 可能你的家人都会跟你说 他不吃药 那为什么呢 可能很多原因的 你知中国人 可能他觉得 我病 好像刚才我提到的病 我病症很轻微 没有什么 那就不吃了 或者我 我怕西药散 很多都是这么说 或者你可以吃中药 可以了 我不吃了 很多很多 我想香港人 都有这个想法 尤其是中国人 我希望大家 记住 第一 这种药 已经开了 几万个病人 在香港吃了 在过去 自从有这种药 开始在香港之后 我们都见不到 一些很严重的副作用 或者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这种药 都是相对安全 第二 医生开给你之前 一定会跟你问清楚 你的病情 以及你没有其他药 令到他 不可以开码一种药 这是医生会做一个 很仔细的分析 然后再开 一个适合的抗新冠口服药 给相关的病人吃 第三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我们二知的文献 都显示到 吃了新冠口服药 是能够降低 那个重症 入院 就算是入院之后的 死亡的一个风险 最高可以到八成 我想有些东西 可以令到你的风险 降低八成 我想大家都应该 一定要去使用 所以我们如果再有电话 打到给大家 帮大家去预约 请一定要做预约 第二 就是拿了预约期见医生 医生说 开药给你 就请你接受 最重要的一样 就是拿了一些药 回去记住准时吃 因为我们都听过 有些病人 就是拿了回去之后 我先看着门口 我叉才吃 刚才那位记者朋友 都说得很对 我们是说 最重要的黄金 五天 就是最早吃是最好的 当然第一天吃是最好的 但是 头五天吃 都是见到有效的 有些病人 可能等到一两个星期之后 我叉早才吃 其实不是这样的做法 一定是把握时间 但头五天之内 开始吃第一剂 接着就吃足 那么多日 亦都准时每天吃两次等等 第三样就是说 新冠和非新冠病人的情况 新冠病人入院多 我想每天都在公布 我们今次都在说 有二千多个 在我们医院管理局 那非新冠病人 为什么高先生这么说 因为他看回以往那几波 当新冠疫情高的时候 很多病人本身 他自己有别的病 可能他都不会马上去医院求医 他都觉得有些东西等就等下 或者复诊也不去 但在今波 我们看到 除了新冠病人一直升 非新冠病人就没有减 没有在预期我们之前那几波减的幅度那么多 代表什么 代表医院的压力是严重了 我们要开一些新的床 收新冠病人 一些病房要转移收新冠 我们工作人员自不然 就是用来照顾新冠病人 但相反非新冠病人 他没有少到的话 大家做的事就会做多了 也会令到医疗系统的压力 所以大家可以做到的就是 因为非新冠病人 其实他是有需要看医生的 例如有些急症 有些癌症 那些其实大家都不想他等 我们也不会叫他等 因为急症一定要立刻做 但怎样可以减低非新冠病人 其实都很靠大家 怎样减低感染 做好一些不断讲 做好一些大家的个人卫生 戴好口罩 不要去一些多人的地方 不要去一些厌媒 不要去脱口罩的活动 第二就是打针 这个就是 刚才欧医生也说了 打针怎样减低重症 减低死亡 接着就是食药 其实三部曲 大家记住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减低入医院的需要 对接不然 对于医疗的压力 就可以减低 非新冠病人的服务 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他们受到的服务 就不会令到病情严重 或者受似变差等等 不好意思 刚才我说错了一个网子 我们有两个平台 一个是核酸检测的平台 如果市民是去社区检测中心做核酸阳性的时候 就要上核酸平台的情报 那网子正确是 www.chp.gov.hk.snashcdpi 而如果是快测阳性的话 就要上快测平台的情报 这个是需要上载身份证和上片的 那网子是www.chp.gov.hk.snashr.atp 市民情报完第一次之后 会收到一个SMS 如果是快测的话 那要登入SMS里面的连结 那再上载身份证和上片 才完成整个申报的程序 从而是拿到一张隔隔隔隔 下位 右手边的男士 你好 香港另一的 都想问就是77岁的男死者 他是家人决定不去看医生的 那想问一下 其实多不多这种情况 是由家人决定了患者 最后不去看医生的 其实他们背后 会不会有什么动机 原因 会不会说可能 其实患者想去的话 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呢 另外都想问就是 高伯昇医生提到 预留3000个床位 如果按照现在疫情的升幅来说 3000个床位大概可以用到何时呢 麻烦 你的问题都很难回答 大家都有做家人 大家都 那我们其实打电话给一位77岁的伯伯 如果他女儿听电话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由他女儿 拿一些病人的情况 那他家人听完之后的解释 那他觉得不需要的话 我们都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所以我们就要 为什么要重复地跟市民说 就是 当然了 如果那位77岁的伯伯 他觉得自己需要看医生的 那他会跟那家人说 那家人便会跟他安排 那如果家人听到电话 说帮他去处理的话 或者我们打电话给他 说帮他安排 那请家人就接受这个安排 就是包括可能指电诊所 指电诊所 其实现在很方便 也都是有抗疫的士 如果你说都不想出去 那其实远程医疗 视障的诊诊 都是非常方便 药物也都会送到上门 那一两天之内 都可以收到药 可以吃到的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大家要认知的一个事实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家 那么紧张去吃药 因为深圳 这样才可以减低重症死亡 减低入院 减低对医疗系统的负担 另外高医生所说的 就是我们第三阶段的 一个床的一个数目 那么第三阶段 我们比较阔的 我们在说2500至5000张床 那么现在我们开了 大约是2000 2000多 2500 或者接近300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现在是2700多个病人在医院 那么当然 你说在隔离设施的 是1500多个 有些是不在隔离设施的 比如一些三线的病房等等 那些可能是已经在康复的 又没有传染性的 或者已经是 或者入院的时候才发觉 它是一些有新冠病毒等等 那么我们是会看着这个情况的 看着如果每日入院的数目多 需要留院的病人多 我们是会一直 是会将一些病房 转了做一个新冠病房 也都是会在看 比如大家都知道 阿博馆 那我们现在有240张床 开到 那我们是用200张床的人手 再加一些外聘的兼职 和同事加班去做的 那么大家都已经很努力了 那么希望全香港一起努力 如何能够减低感染 减低重症 减低入院 我们回答完最后这位女士 你好独立媒体 想问一下联合医院护士的婚宴情况 就是总共有多少人参与婚宴 还有没有发现有人违反防疫条例 还有没有涉及其他医院的医护呢 谢谢您 暂时我没有很确实的资料 但是我想有两件事 我也想跟大家讲一讲 是现在我们都会告诉同事 我们希望都尽量避免一些多人的聚会 也都避免一些脱口罩的活动 很多同事都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做得好 第二就是我们每一位同事 都会每一天都会做快速抗原测试的 即是说它在社区或者家人感染了之后 那它是可以让我们早点知道 那有部分的员工其实都不少 在讲一下 譬如一些飽一点的病房 癌症的病房 一些血科的病房 或者一些外展的同事 他们是一个礼拜 其实是要做两次 现在将会做三次的 一些核酸测试 希望早点发现 他是否一个带有病毒的病人 希望减低它 有机会传言给同事 又或者传言给我们病人的机会 今天记者会言结 多谢大家 谢谢 或者这个我回答 刚才都说了 如果我们有足够资料 包括名字 电话 新闻证号码 样本日期 和年龄 这个资料都可以透过电脑系统 自动传送给医管局 其实如果CHP把资料齐整交给我们 我们就会开始打的了 希望可以尽快联络到病人 可以尽快给其他看医生吃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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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